十下 二十下 三十下 孟浩的双手飞快不断地点落 他的身体渐渐大范围的枯萎 整个人几乎皮包骨 可他的肉身之强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正在不断地轰鸣 越来越强 在这之前孟浩的肉身 已到了古境大圆满 只差半步就可突破古境 踏入道境界内 只是这半步很难跨越 孟浩想了很多办法 也都无法做到 可如今 随着操控在身体的此人连续点下 他的肉身境界轰然爆发 不断地冲击 向着肉身道境轰轰而去 肉身道境 算不了什么 只需要有一些神血 就可突破了 不过在这之前 这身躯实际上 还可以更强大 只不过 之前的这身体的主人 见识太少 好在有我 才不会浪费 孟浩沙哑开口时 双手停顿 此刻她的身体 如同骷髅 可偏偏这骷髅般的身躯 其肉身之力的强悍 比之前至少强大了数倍 不是道境 却堪比道境 她深吸口气 再次一晃 于这地宫内游走 一边前行 一边炼化肉身 很快的 她的前方 就遇到了第二个古境修士 此人是一个老者 她在看到梦浩的刹那一愣 眼前的梦浩很陌生 全身如骷髅 让人触目心惊 她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后退 可就在这老者后退的瞬间 梦浩抬起头 脸上露出了一个 猙獰的笑容 瞬间消失 出现时 忽然在了这老者的身后 右手抬起一把 按在老者的天灵上 轻轻一按 这老者身体颤抖 轰的一声 居然直接成为了飞灰 有阵阵白色的雾气飞出 钻入梦浩体内 使得她的身体 血肉 微微多了一些 还可以更强 练完血肉 应该练骨 梦浩南南 全身轰鸣间 起了无穷的火海 这火海焚烧身体 融入体内 使得身躯传出咔咔之声 一股剧痛弥漫 可梦浩 却眉头都不皱一下 甚至身体向前一飘 顺着通道 漠然前行 她的骨头正在被淬炼 渐渐的当全身的所有骨头都被淬炼后 这肉身之强再次暴增 然后是经脉 梦浩身吸口气 一股狂风在她的体内轰然狂暴 融入一条条经脉内 不断地开辟 不断地横扫 她的身体颤抖 可却死死地咬牙成瘦 依旧前行 不多时 她身影消失 出现后 在了另一处偏殿中 闪烁间 直接出现在了 一个古镜修士身后 在这修士头皮发麻 神色骇然要回头的瞬间 梦浩的额头 直接撞在了 这修士的后脑上 狠狠一撞 直接将对方撞碎 砰的一声 这修士身体成为了飞灰 白色的雾气 被梦浩吸走 梦浩身影没有丝毫停顿 继续前行 直至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 梦浩目中的光闪耀了一下 体内经脉彻底炼化完成 最后是血 她右手抬起 竟一直点在了胸口 深深的深入进去 刺破了血肉 直接刺入到了心脏中 狠狠一次时 她的神魂 释放出了一股 属于她自身的本源之力 这力量是维持她长久存在的源泉 可如今 为了让肉身更强 她不惜将自身的本源释放出来 那是她生命的本源 在出现的一瞬 溶入心脏内 轰鸣间 她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起来 不断的燃烧之下 血液越来越少 而身体的造血 也不断的创造新的血液 在这周而复始中 渐渐的造血之力 也跟不上燃烧了 慢慢的 甚至造血也被影响 创造出的新的血液 竟成为了暗金色 而她的体内鲜血 也越来越少 到了最后 只有正常身躯的三成血液 可她的气势 却是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肉身更强 超越了寻常道径 堪比道主 可实际上 这肉身并非道径 这才是完美的肉身 孟浩脸上露出笑容 手指慢慢的伸出 她胸口的伤痕 眨眼愈合 一滴鲜血都没有流下 需要去验证一下 这肉身 是否如我所想的强大 孟浩笑容诡异 向前一步走去 速度之快 竟比之前快了数倍 如一道残影 刹那远去 在这木工内 他的存在 如同一个幽魂 收割一切看到的生命 此刻 在这木工中 一共有三个道径 除了那两个之前 拦截孟浩的二元道径外 最强的是玄道子 三人在不同的区域 以他们的修为优势 正急速地搜寻 而在孟浩的前方 此刻有六个古镜修士 正彼此凝聚在一起 小心谨慎地前行 对于这墓地的一切 他们都很是恐惧 此刻没有心思去寻找造化 只想找到出口 什么声音 六人正前行时 忽然的其中一个修士 低声开口 他话语一出 四周几人都神色变化 立刻看向了四周 可却没有发现丝毫异常 众人内心紧张 加快速度向前急驰 可渐渐地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诡异起来 这里很安静 只有脚步声 可这脚步声 最早是六人自己的 但如今 他们每个人都听到了 第七个脚步声 六人立刻头皮发麻 彼此传音后 在下一瞬 全部修为爆发 神通 齐齐向着最后方 轰鸣而去 借助束法之光 他们立刻就看到了 在那里 一个如骷髅的身影 轰鸣回荡 传遍木工 使得不少人都听到 可对这六人来说 他们却头皮发麻 神色骇然 六人的神通与法宝 齐齐落在那骷髅般的身影身上 居然发出 阵阵低沉的碰撞之声 可却无法伤害对方丝毫 太弱了 骷髅般的身影 咧嘴一笑 下一瞬 身体瞬间来临 右手食指 如闪电般 在这六人的眉心 一一落下 这一切太快 不着急 这身体还缺少法宝 可惜此人是个穷鬼 储物袋内居然这么空 孟浩南南时 看了眼储物袋 里面没有多少物品 只有一个顶 一把长枪 以及几把剑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这储物袋内的物品有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 曾经这里有铜镜 有鹦鹉 有皮洞 有海量的仙玉 欠条 还有众多的法宝 如今这些都消失不见 也罢 那孟浩显然是苦战很久 该消耗的都消耗了 也是正常 剩下的这些还算佳品 不过 需要我以本源之力 重新练一下 会更好 孟浩右手抬起时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长枪 正是那剑母为杆 白骨为尖的长枪 此物不俗啊 木质罕见 肩骨更是来自 堪比道径之寿 可惜 炼制的手法不对 且其上杂志不少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把长枪被封印了 孟浩拿着长枪 仔细地看了几眼 森然一笑 有意思 居然是被家乡的 修饰封印的 别人想要解开这封印 会很麻烦 若强行抹去 会使此枪碎灭 可对我来说 这封印 豪杰 孟浩右手一挥 这长枪立刻嗡鸣 他身体在这木工一晃 神石散开后 改变方向 直奔一个区域而去 很快临近 那里有两个古镜修饰 正快速游走 可眨眼间 这二人神色变化 正要后退时 一把长枪 轰然出现 直接刺入一个人的眉心内 轰的一声 这修饰 形神俱灭 可这长枪 却没有停顿 穿透而过 下一击 穿透了第二个修饰的心脏 直接炸开 就在这两个修饰 死亡的刹那 孟浩左手 掐出一个古怪的印诀 那不是山海界的术法 一指之下 立刻这两个修饰的魂 被强行的取出 抓住后狠狠一捏 将这二人的魂 化作了两个符纹 按在了长枪上 开 孟浩低吼 手中长枪一抖 立刻 这长枪猛的颤动 其上居然出现了碎裂的征兆 如同是脱去了一层皮 强悍的气息 轰然爆发 隐隐可以看到 那枪杆成为了一条苍龙 而那枪尖 居然化作了一个 猙獰的鬼影 这鬼影的头顶有脚 身体紫色 看似厉鬼 可实际上 那是一种远古的 强悍凶兽 轰的一声 这把枪的威压 也在这一刻爆发 与之前比较 仿佛重生 这才有些气势 孟浩咧嘴一笑 表情森然 将这长枪收起后 他继续前行 右手一翻 他的手中出现了雷顶 望着这个顶 孟浩目中的奇异 越来越浓 依稀有了回忆 看来 我与他的确有缘 不过此顶 被人忌恋了 孟浩喃喃时 右手忽然狠狠一握 轰的一声 一团雷火 在他的手中爆发 焚烧此顶 咔咔声中 这顶出现了裂缝 眨眼间 居然直接崩溃碎裂 在这碎裂的刹那 孟浩双手掐掘 张开口 喷出一口鲜血 与这顶的碎片 融合在一起后 他大吼一声 宁 瞬间 这无数碎片重新凝聚 再次化作了一尊顶 其上宝光无尽 其上山河 活灵活现 更为惊人的是 此顶上的雷霆 比之前多了无数 爬爬声中游走时 更有雷火诞生 一股惊人的微压 从这顶上散发出来 与曾经的顶比较 似乎此刻 才是他最强的形态 沙哑一笑 孟浩右手一挥 立刻这雷顶 漂浮在他的头顶 缓缓转动 无穷雷电宣泄 使得孟浩气势如虹 一形换位 岂能局限在血肉之间 孟浩哈哈一笑 脉不间 他的身体居然直接 撞在了一旁的墙壁上 赫然穿透 五行雷顶 今日重现 孟浩速度之快 穿梭墙壁 出现时 赫然在了另一处 区域的通道中 刚一走出 他右手一指通道的 另一侧 一指落下 顿时那雷顶轰鸣 骑上雷霆 轰轰而出 化作了 不下数万条银笼 顺着孟浩的手指 轰轰而去 而在孟浩指去的地方 此刻有一道身影 刹那出现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正是两个二元道径之一 他神色变化 猛的一声嘀吼 立刻修为散开 由木属性之力 瞬间幻化 形成了参天巨木 向着雷霆轰击 他身体急速后退 右手掐绝时 向着孟浩一按 顿时这通道颤抖 赫然有一根根十次 从四周呼啸而出 直奔孟浩而来 与此同时 更有一双泥土组成的大手 猛的抬起 向着孟浩双腿狠狠一抓 土缘葬天 这中年男子再次退后 低吼一声 双手猛的挥舞 轰的一下 大地如坍塌 一股恐怖的大地之力 猛的喷发出来 将孟浩淹没 五行雷顶 五行化雷 土雷木雷 杀 孟浩的声音淡淡传出时 轰鸣间那参天之木 刹那扭曲 竟在孟浩面前瓦解 赫然化作了一道道 青色的雷霆 刹那逆转 直奔中年男子 与此同时 这四周的大地之力 也在这一刻逆转 全部瓦解 成为了灰色的闪电 轰鸣间 以无法形容的速度 将那中年男子笼罩 这中年男子面色变化 正要后退时 突然身体一顿 低头时 他看着自己的胸口 那里不知何时 伸出了一只干枯的手 手中抓着跳动的心脏 分明只是心脏 可在中年男子感受 抓着的 这心脏内 有他的魂 有他的生机 有他的一切 甚至被对方抓着 他的原神 都无法离开肉身 如被封印在了 对方的掌心中 不 中年男子声音一出 那干枯的手 狠狠一捏 轰的一声 心脏崩溃 四分五裂时 这中年男子的身体 也颤抖了一下 成为了飞灰消散 露出了他身后 舔着嘴唇的梦号 随着中年男子的死亡 大量的白雾升起 瞬间融入梦号体内 咔咔之声传出 梦号的身躯 渐渐从那销售中 恢复了很多 看起来不再那么的恐怖 只是面色苍白了一些而已 你看 梦号 我是多么的遵从你的遗愿了 帮你灭杀此地的所有人 梦号舔了舔嘴唇 这一刻 若是有熟悉梦号的人在这里 必定会觉得梦号 诡异莫测 接下来 是这几把剑了 梦号右手一挥 立刻他的锄袋内 飞出了几把剑 这几把剑赫然都是梦号曾经 在一句句海谷中发现的木剑 仔细地看了这几把剑一眼 梦号忽然身体一顿 渐渐地 他的墓中露出奇异之芒